MING PAO TORONTO 版本 很久沒拍過影片 今次跟大家介紹這款 Holosun 507 Competition 這款 Holosun 507 C 或是叫做 這款 Holosun 為何會引誘了我去買呢 其實都有幾個想法 第一 RMR 的 Footprint 其實手頭現在的槍很多都是 例如 P320 的 X-Carrier A3C Arms 的 P320 其實它本身都是只有 RMR 的 Footprint 如果我再想有多幾把立即打動的話 都是時候添置下一些 RMR 的 紅點鏡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這次的 Window Size 其實都比較大 看回真品界別來說 其實這陣子的趨勢 可能你看到 In-Point 和 Trichicon 都在推出一些新的紅點鏡 其實就是為了 Window 更大一點 可能你的 Side Picture 會拿得更好一點 Fine Tune 時會再打得舒服一點 或者手感更好一點 我們現在就不斷打開來看看 包裝盒一如既往 Holosun 高品質的包裝 又那張保用證 說明書 一些 Accessory 螺絲 調校鏡頭的 Tools 啊 今天就想說這隻了 507C 了 先拿開它們 首先一拿上手就當然是拿一些 差不多的東西出來看看 Window Size 其實這次 就很相近這個 當然我剛好就沒有真品在手 其實它和 Wormel 3 Max 的 Window Size 都很接近 大小都很接近 好央小的東西 高度大小差弱 相小的 也俉使我想換一些 類似的 Optic 回rául 或者Orxun 和剛剛也提及到 它可以挑選汽車器的彈性系統 亦是導致我把它有興趣 じゃあ試這個 就可以自然說完了 再說回跟 510C 比, 510C當然更大 再大一個碼 如果用 510C Replace 當作 Replace 到 507C 中 其實 Windows 會變小 因為放在同一個位置 但如果放在後面,玩法有機會不同 這次想試試這個位置 給我一點時間組裝 先組裝 這次想玩好當當時 你現在都會看到紅點鏡頭會退後 退後後,其實 window 的尺寸 我覺得都是 510C 偏大一點 但 510C 相對上會比較重 沒有彈性調校 MOA 但我都會繼續保持兩把,兩個 Optic 都會玩 這個會把 Optic 放在後一點 可以試一下 另外買個關子 這些紅點鏡盤和 dumb rest 都會做 遲下都會有 可以留意一下 MOA 方面,看看能否展示給大家看 其實你現在會看到 當然透過相機去看,應該沒有你肉眼看得那麼開心 但都盡量嘗試給大家看 現在是一個兩個 MOA 的版本 接著就會是 減一下減好 你會看到現在是應該開一個 8個 MOA 的圈圈 現在就會是一個 再下一級 是不是16C 再下一級 現在是最大的一個 其實很好 現在的點就關掉了 中間的點就關掉了 如果再按 現在就有點的8 MOA 現在就是這款 有點的在下級 有點的最大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最大搭最小的Circle 現在就只用 MOA 應該就是這樣 有很多款 一問我自己想試 我就會試 這個先 這個沒有記錯 就是8個 MOA 下一級 應該是這個 20 20 就是這個 這個樣子 我便會先試 回來了 今次這支鏡頭 就 有這幾個功能 令到我 都驅使了我去買 我只是剛剛到手 剛剛今天出片的時間 我才入手 測試會留在之後的星期二 和星期四 我去The Base 那邊 Anygun 的時候 就會測試一下 到時再給大家 feedback 但如果你覺得這幾個功能 已經覺得很棒 都不妨去買 因為你都知道 HoloSun 在香港 其實都頗有人氣 還有它們上課 有時候都會 比較慢一點 可能等下一水 等下一水 又變得沒有那種熱情 如果有熱情 就真的不要想 建議先充了第一水 所以看下去 所有東西都靚仔 似無似像 再期待測試 這條影片在這裏 接下來測試後 就會繼續繼續做 記得好看 或者喜歡 like comment 告訴我們 你有甚麼問 你覺得這個紅點鏡 你又覺得怎樣 你可以comment給我們看 我們繼續討論一下 如果好看 或者有話題性 都可以介紹給你身邊的朋友 知道 我們都會保持不同的開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